这是一支在网络上疯传的影片 四名外国女大学生 半夜在家里玩透明版 游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状况发生了 他也许告诉你说 我会开个牌 你这辈子可能 就是因为他有好处给你了 你可能不断地不断地相信他 然后被他控制 然后有一天 你可能跟他兑换 他就进你的身体 你变成了玻璃玫瑰 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什么想 俗话说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 尤其是碰到一些特别的节日 像是夕阳的万神节 像这种装神弄鬼的搞怪派对 特别的多 结果在中南部的一所大学 竟然就发生了一次集体重血的现象 我们来看看这是当天在庙里监视器所拍摄到的画面 大约是晚间十点多左右 突然之间一大群水神冲进来 有人搀扶着 有人抱着 有人是背着 这些人不约统出现的症状包括是有耳心 呕吐 心悸 妙方人员一看直觉就说这一定是民间传说的砍倒影 必须要立刻请王爷来处理 症状比较轻微的人经过收心之后 情绪很快就平复下来 而至于情绪已经完全失控 在现场痛苦的同学就必须要一对一的单独处理 妙方人员说当天晚上 整座妙就像是医院的急诊室 启动了大量伤害的机制 所有能够帮忙人通通赶回来帮忙 一路忙到了凌晨十二点多 才全部的处理完毕 而事后校方对外警示 他们说是因为举办鬼屋派对的这座大礼堂 经过布置之后 有些门窗可能都封起来了 导致现场的空气对流不通 加上出了事情的这些同学们 他们为了要举办这次的派对 他们都是干部 连续忙了好几天了 导致他们的身心压力都很巨大 才会出现医学上面所谓的解离现象 而在休养之后 他们通通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对于外界质疑的是 学生的身体出现状况 在第一时间为什么不是送到医院的急诊室 而是送到附近的宫庙来的 学生代表的解释 是因为当时的时间已经太晚 学校附近的诊所都已经关了门 要送到大医院的急诊室 又觉得距离太远了 所以他们才会决定 送到学校附近的亲王宫 傍晚时刻 这座宫庙香烟鸟鸟 悠悠清净 一种安定的氛围纷绕 几名年轻学生走进了大殿 手握着三柱清香 诚心的祈愿 对他们12年轻学生 以前在12年轻的时候就有蛮多的先生 都来这边求 考上我们的钥匙 大部分的先生都住在我们村里面 都来这边来求在我们的商务围约 给他保佑考上这个国考 这里是台南仁德的亲王宫 兴建于清朝嘉庆两间 最近已经有217年的历史 是当地民众的信仰中心 庇佑地方上的安宁 当我到庙里面 我就把它矫正好了 我等于自然 我的能量恢复了 我的元气恢复了 我的元神也回来了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抗体 也就是会有保护心 那这也就是我们在看到很多信仰 那么他得到了这个无形的保护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白天信仲到庙里头许愿祈福 入夜之后 王爷还必须要出门带天巡舍 当一个区域里面不安定 那我的神就像警察一样 祂出来寻我 祂看到了这些不好的东西 祂夜寻 祂就把它抓走了 也就是说让这个地方 不要有这些恶灵 这些恶鬼 或者是些孤魂灵鬼 在这个地方打乱 这是在四年前 一个农历七月的晚上 王爷队伍浩荡地出巡 来到了五百公寸之外的 这一所大学校门口 小邦透露在校园附近 其实并不干净 因为那边多一个比较暗的地方 我们是夜寻出去 就是要找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 把它收起来 保护这个村里的安宁 王爷的神教领着官将手和八家将 火树的砖进了校园旁边 这一条阴暗的小巷 在偏僻的草丛里头 似乎抓住了无形界的灵体 预备在一旁的则是冒着火的油锅 即将大行伺候 有很多法师会表演 这个油很热滚滚的 那这个是一个意志形态的状态 也就是说法师要表演他有超能力 那么他把手伸到油锅 油不会怎么样 可是你被我抓来 你就完蛋了 他有些鬼会作乱 那么他等于是一个惩罚 你如果再不听话 或者是你还在这个地方逗留导弹 那我就给你弄到油锅里去炸 所以我们看到地域里面 有上刀山下油锅 那么就是这个状态 所以他有下火的作用 另外一个就是说 不行的时候 他有陈储的作用 照理说他们是用那个油锅下去 就是要处理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 把他处理掉 还是把他缩抚回来 这边当他的角力 这样 你是一个电子的负电 是一个负能量 可是进来到我这里 你绝对会变成正能量 就等于叫度化 就把他引渡成功 就是说把他的能量变正常 那他就不再作怪 通常在台湾有很多地方 为什么建庙 就是可能附近不太干净 那我就在这个地方放一个警察局 所以这边的歹徒 可能就比较不会 像纵乱频率那么高 就是这样子形态的庙 那么是正住 也就是正邪的作用 每次我们每12年建教一次 当然像今年的话 就有发生一些图化的状况 里长博说 每逢建教都会突发状况 今年的10月到12月 恰好是亲王宫 每12年一次的建教大典 难道这会是一种巧合吗 那所邻近的大学校园 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 竟然发生了意外 是谁站在背后 里大学举行万圣节活动 高鬼搞到自己高点 除了自拍恐怖影片 谐音 药剂师 还有鬼屋活动 学生们装神弄鬼宣传 护下对方 活动结束后 不得了 20多名学生 疑似集体中邪 庙内大厅神叫来来回回 还举着箱走特殊步伐 在这群穿黑上衣 学生周围来回穿梭 气氛诡异 究竟出了什么事 把时间倒回几分钟前 监视器画面拍下 一名学生昏昏沉沉 被抬了进来 但身体不适的 还不止他一人 只见陆陆续续 越抬越多人进来 几乎快站满了庙内大厅 数数看光是躺在地上的 就有十多威 就在夕阳万圣节的前夕 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青王宫庙 里里外外忙得不可拍照 那个时间 李长伯就坐在庙门口泡茶 刚开始他还搞不进状况 同学们如果身体不舒服 应该送医院 怎么会全都送到了这里 整个人就像瘫痪一样 我是觉得刚开始 我是在外面 我看到那个进来 应该要送医院的 怎么送来我们玩也这边 然后才知道发生那种事情 也有一些特别敏感的人 他可能在经过这样的惊吓之后 他可能脑部的化学物質就失掉了 甚至产生一些幻觉经验 甚至有些精神 那个视觉视调症的可能性 跑出来也不一定 但是这个都是非常少数的人 才有可能的 我在听你说我是不知道 说什么是说万圣洁啊哪洁 我是不是那 就办几个名字 我说我能人怕人的啦 那跪那么多 我只说这样 戴上到地 我不知道你 你也不知道我 他会怕得到啊 我只说我能人怕人 他会怕得到啊 你也不知道大家这样摇白风啊 你的意念会决定你的频率 那你的频率会邀请到 就是这样子的 共振的鬼来 因为你万圣洁 你是把鬼邀起来 那么 也扮成了鬼 所以让他可以 也有机可这个可以上升 可是你在东方 因为他从来没有过 你扮成了鬼 那他也不知道 这叫什么万圣洁 反正你就扮成鬼 我就上你的身 原来是台南的一所大学 为了庆祝万圣节 举办鬼屋活动 现场工作人员一共60人 最后负责活动收尾的12人 却出了事 一连两天的鬼屋活动 来到了鬼圣 晚上9点半 这群学生工作人员 还在收场善后 鬼屋的现场 在大礼堂的二楼 有十几个人 就在同一个时间 身体突然出现了症状 症状比较轻微的是 会叫而已 比较严重的都不会叫了 都躺在那边了 卡道因 基本上它有前置条件 它可能身体气场已经不好了 它的电子场扭曲了 它扭曲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缺口 那缺口的话 它走到了一个不干净的场所 那刚好撞上了 它可以进入你的身体 那么通常都是你的脊椎 有受伤 外灵 就从你的脊椎有肉的位置里面 会进去你 然后再接下来进去你的脑子 然后开始操作你的情绪 那还有十几月之外 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三个 三个 四个 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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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人 都有人 上来 有的人会呕吐 有的人会心悸 有的人会 太阳蟹会痛 有人跳起来 有人胡言乱语 有人昏倒过去 这些冒冷汗 或者是 是开始有一些胡言乱语 这些全部通通在 都被集体中险 但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送进庙里头之后 七十多岁的老庙公 听到了声音 从仓库里头跑出来 看了看学生们的状况 他惊觉大事不妙 学生我看到五、六、六、四生 在我看 我看有 但是我有那个经验 我才知道 他的蜜蛛 他夾到够地 如果去欧巴林文 这个 搬到 就把蜜蛛 蜜蛛都会成形 这些手都会搬 我们主委感觉 他最后有疑问 看那个情形不一样 所以他就叫我们 那些 我们买风 这次祖位 他们这些祖园 跟那个四角 然后开始来 来请教 来问王爺 我们的王爺 我们的王爺说 这样有一个蜜蛛 有一个蜜蛛 然后开始处理 处理 就这样 他们可能在一个 玩这个游戏 他都准备很久了 然后这个在晚上 玩的时间也蛮长的 所以是一个 处于一个比较疲倦的状态 然后加上他们 一个紧张 紧绷的一个状态之下 然后呢 甚至于他那个 鬼屋里面可能是 革命的空间 他可能很多进去 也可能会有缺氧的现象 所以他在身体上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 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 那就比较严重的 可能会喘不过气来 胸闷 心悸 甚至于觉得 快死掉那种感觉 跑出来 那如果说他再严重一点呢 也有可能说 会有一些解离的现象 那我们所谓解离现象 就是这个现实感消失 或者说自我感觉 可能会比较减弱一点 那又就会出现一些 比较恍神的一个情形 那恍神在外人看起来 就觉得 好像跟他沟通 好像不能很切体的回答 然后整个精神状态 是比较恍惚的这种现象 这样子 也是鬼屋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人的心理本来就会有一些 这个模仿 仿同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现象 所以当别人出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自己也会感觉察觉到自己 比如说那时候可能是比较喘一点而已 或是比较累一点而已 肢体好像比较没有力气一点 他会感觉到别人这样子是中邪 那我是不是也同样的 那同样他在这个 比较这个累疲倦的状况之下 他如果发现自己有这种现象的话 他可能会觉得自己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老庙公紧急地拨拨拨请示神明 询问这群孩子是不是碰到了不好的东西 这一拨下去三个醒拨 同时间王爷降旨即刻开谈做法 对这个拍摄的这个 我们王爷我真的有心情 拍摄我就比较没什么心情 接引神力来处理 不是他的能力 而是他只是个导体 所以并不是他有超能力 他在导正他的能量 所以很多都是用绕的 他需要把电子绕到变成很正常 所以如果有的不行 他就会用一些做频率 我把调频调到一个常态的频率 把这个种血的东西赶走了 那他们自己当然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对 如果是相信的话 害怕就是说他的脑部化学物质 已经起了变化 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 视觉失调症的患者 他已经幻听妄想很明显了 那时候已经生理上的一个障碍了 那如果说再去扯到宗教的部分 说这是种血什么 他可能这个联想又更多了 那可能他把这个幻听 把这些解释成是神是鬼 是这些东西的话 那反而不愿意就医 没有病逝感 那延误他的病情 这其实也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那一夜妙方人员全速地出动 就像是医院急诊室 启动了大量伤患机制 整场收尽仪是长达三个多小时 忙到了凌晨十二点多 说来神奇 晕厉的同学渐渐地书醒地过来 而之前控到不休的情绪也逐渐地稳定 他去去 我就要叫人去叫一个 比较多一个人 我发现来 我就要叫一个老队 没老队不行 你八个八个就十六个 因为他那种集体重学的现象 或者说集体的恐慌 或者说自力神经失调 甚至于集体的一个解离现象 我说大部分的人 他是可以自己就好起来的 所以他不管是到庙里到医院里面 他可能大部分的人是可以平复 慢慢就平复的 那当然我们知道他在庙里面 他会得到一些安慰 或者说心理上的一些支持 甚至于他远离那个环境 就可以得到一些平复了 不管是去庙里 或是就医之后 可能很快就得到一个平反 平复了 因为他可能就会 现实感就会拉回来 就觉得好像自己 没有到那么严重的一个情况 大概我们常常会看到 集体的一个 好像所谓的中学现象 大部分人是很快的 大部分人是很快的 虚邪伏魔是真有其事 还是只是纯粹心理上的作用呢 校方事后召开记者会 澄清只是单纯生理上的反应 大礼堂因为是这个密闭空间 那这个可能在这个空调的这个上面来讲 有一点这个不是这么的好 所以他们会产生这个透晕的状况 一些通风可能需要一些这个考量看看 就是空间可能要大一点 不要那么狭小 那进去的人数呢 也许不要这么多人在里面 这可能就会有一个缺氧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灯光上当然还是希望说 不要说完全看不到啦 偶尔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某个地方 整条路上都是要等一个人 在处于一个完全黑暗的状况下 加上有一些惊吓的声音啊 或者说自己的想象也好 真的会让自己受不了这个这样的紧张 或者是害怕的一个情绪这样子 当时学校是第一时间请他们就医 那当然一些学生他们就觉得 只要休息一下就可以把这个状况解除 这是很对的 就是说急性处理 就是说你已经很急了 你不要跑太远 附近的医院就可以医了 就像我们人受伤 附近有医院你赶快去急救 他们可能以前就是也会联想到 就是说出这些鬼怪的事情 就是要找神帮忙 所以当然是找神 他不是找医生帮忙 那当然当天晚上有些学生 他们有一些宗教上的一些信仰 我们也尊重 好 作为教育的单位 担心神鬼之谈影响校运 校方疑似下来 封口令 不许同学们再提起任何有关于当天 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你说同学有 同学身体有贪软 或是不舒服 你都没有看到 没有 因为我在楼上 我下来就都不见了 是这样 没有 他只是说有同学 不舒服在楼下休息 在楼下休息 那那天不舒服的 总共有几位同学 我不清楚 这名学生干部 当天就在现场募集的金货 不过却不愿意多谈 根据有买票入场的学生透露 当天去完鬼屋回家之后 半夜睡到一半 就发生了传说当中 鬼压床的现象 还有黑影一直瞪着他看 最后是由家长 带着他去公庙收金 才结束的这场金货季 当然在科学里面 有科学的解释法 可是鬼压床 其实就是你等于当机了 就是你的身上里面的唤醒器 没办法把你唤醒 你的意识 已经清除 可是你的意识 还没有跟你的身体连结 那这个时候 可能身体是出油了 所以被人家占据了 就是所谓的鬼压床 就是说 我现在占有你的身体 我不要让你进来 因为你也可以使用 因为身体是共同体 鬼压床 这在精神医学上 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 他就是说在一个人 他的意识醒来的时候 但是他大脑还没有完全清醒 所以他会有一段时间 是手不太能动 因为他的大脑没有完全清醒 他这个运动神经 还没办法控制的时候 但是他的意识上 已经稍微 已经有清醒起来了 所以鬼压床 是确实有这样的医学的一个现象 我听说差不多六点 要用到十十点了 你现在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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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我现在希望人家里面有没有看到就不漂亮了 奇妙伯母人 想到这些人都会睡了 你想让我作为你 我就向你拼着解我 我在想我你胆子 这样的怨梦 不可以似乎 即使用到那些东西 很少 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是花了很多心血 花了很多心血 那花很多心血 他可能是熬夜 可能是沒有睡覺很疲倦 找資料 每天接觸一些恐怖的東西 鬼的東西 多多少少對他們自己 會造成一些影響 所以說也許辦這個活動 應該把他當作一個遊戲 不要把他那麼投入去做這些東西 這些應該是專業的人 去做這樣的事情就好了 現在人比他們多 你看現在我們人說多少 他這個人他怕他就死了 剛才說他的八月 八月比較輕 八月才八月 九月 那就很重 那像那兩三十歲的比較輕 要再拍他就要卡到 那就是我到他在艱苦 我們公爺比較多處理 但是有全大家都處理得好 沒有什麼 即使來的我們公爺 就有跟大家處理得好 但這個活動當然是好玩 但是就是說可能這個 要先跟這些學生做一些衛教 也許白天先讓他們去看看那個環境 讓他們知道說 這個白天是怎麼樣去佈置出來的 如果他們知道有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白天也看過了 晚上如果再去的話 也許就不會那麼害怕 那麼恐慌了 動性上可能就是要這個 走動要能夠流通 就是說他可以很快受不了的時候 他可以趕快離開那個現場 不要一直把他困在那邊 因為困久了他真的已經很害怕了 再困下去他真的會承受不住 也許中間也許是要有一些 狀況不好就趕快出去了 中間有一些出口是可以先離開的 就自己覺得很害怕了 或自己覺得自己承受不住了 就可以先離開那個現場 這是醫生的建議 當你發現狀況不對 就要讓自己趕快脫離掉那個環境 但是有些意外的發生 卻是因為當事人 自己走進了那個情境 比方說曾經有一段時間 台灣民間相當盛行的是疊先 結果呢 在發生了許多離離其其的意外之後 政府單位甚至一度禁止販賣疊先的用品 而在日本和在台灣都有曾經傳出 有女學生疑似中邪的現象 這些校園的靈異事件 有什麼樣的共同之處呢 報告之後我們馬上回來 8月11號 農曆鬼門開第二天 接近午夜12點鐘 一輛救護車急駛而來 一名女學生癱軟在單架上 不到兩分鐘 另一名穿紅短褲的女學生 也是意識昏迷被送進醫院 巧得是這兩個學生 都是草屯某家商的新生 同住在一個寢室半夜雙雙送衣 竟然是為了玩疊間 加入台灣喜事務的會員 每週獨享頻道的特別細話 和我一塊翻閱 記者秘密檔案 歡迎回到台灣喜事務 我上面想 不管是西方的通靈板 或者是東方的碟仙 筆仙 快仙 基本上都是一種 和傳說中的臨界溝通的管道 民族專家提醒說 只要一不小心 透過這些管道很容易 給自己惹禍上身的 這是一支在網路上瘋傳的影片 四名外婆女大學生半夜在家裡 玩通靈板 遊戲進行到一半的時候 狀況發生了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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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啊 快點贏啦 沒有啊 不是我 是不是你 Connie 不是 是你是不是 我怎麼會啊 夕陽年輕人愛玩通靈板 台灣也一對盛行過疊先 疑似中邪卡因的傳聞 在校園裡頭不盡而走 只要兩分鐘 另一名穿紅短褲的女學生 也是意識昏迷被送進醫院 巧的是這兩個學生 都是草屯某家商的新生 同住在一個寢室 半夜雙雙送衣 竟然是為了玩疊先 不一定每次可以召喚到 但是確實可以用意念引導 那個能量進來 所以你的念頭是惡魔 當然是開放式讓惡魔進來 很多人在重複不斷的 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就更容易 因為它會產生了一種重力 也就是說 就像一個團體 他在祈禱 很多人的時候祈禱特別有效 那麼當然你祈禱錯誤 也特別有效 就變錯誤了 人類他好像說 聽話我們那個 可以讓他達成什麼目的的 然後就一個一個接著混淆 很想像是重型的人 就是一直盯著一個地方 話都不講 然後就一直給人類 表情在世啊 眼睛上吊啊 然後叫他完全沒有反應 第一次遇到這種病患 他會完全去投入這個東西 完全相信這個東西 可能本身就有一些 內心的一個需求 或內心脆弱的地方 那這樣的人 他如果說 遇到這樣的狀況 然後又 又在這個玩的過程之中 出現一些 不管是別人講的 或者他自己感受到的 一些怪異的現象 也許他會把一些人生的挫折啦 情感的這些需求啦 轉向到說 用這個神鬼的說法 來這個解脫 或是說來說服自己啦 會暗示自己這樣子 當然這個 暫時可以舒服 或是可以解脫 也許還好 但是常常他們就是 會整個鑽進去 然後太過相信 然後到最後會造成 不好的後果出來 往往出自於好奇 加上心有所求 透過跟靈界搭上橋樑 傳說可以獲得解答 但以民俗的角度來看 這樣的做法 其實非常危險 我還啦 我還啦 那是誰啊 都是個孤魂也魁 如果正常的 他不是個遊魂 他如果是個龜魂 他有地方回家 他沒事不用像劉浪漢這樣 而是跟你們在打他 他基本上不滿足這個世間 那也不滿足陰間 所以他就會有很多邪怪的想法 這些邪怪的想法 他不見得叫害你 可是就像吸毒 難道叫害你嗎 你對那個黑道來講 他可能不叫害你 他會講好處給你聽 可是其實是有負面的講 而且還有一個危險性 他也有一點點小小的能力 他也許告訴你說 我會開個牌 哇慘了 你這一輩子可能 就是因為他有好處給你了 你可能不斷的不斷的相信他 然後被他控制 然後有一天 你可能跟他兌換了 他就進你的身體 你變成了玻璃玫 跟西方比較起來 被孤魂衣鬼纏上 似乎就是小意思了 這個查理查理的恐怖遊戲 據說召來的是墨西哥惡魔 查理 我只是猜在這裡 但是 你是一個好男人嗎 對西方來講 顧魂衣鬼還不夠刺激 他找撒旦找惡魔 他認為這樣子比較有味道 所以你的意念就是更危險 就像撒旦一樣 可是上帝也沒有把撒旦給消滅 撒旦還是存在 只是撒旦不能幹壞事 跟佛的佛經講法也是一模一樣的 在佛道教傳統的信仰當中 未知的世界裡頭有神佛界 有優明界 傳說中甚至還有一個魔界的系統 它具有強大毀滅性的力量 會不會凡人帶來災難 我們看到有很多歷史上的政治人物 比如說像希特勒 他的力量多強大 他用的符號就是跟佛相反 他的符號是這樣子 佛的符號是這樣轉 所以一樣的符號 看起來很像 但是你看他造成的那種那種 鬼可能是去抓一兩個已經不得了 魔可以搞到你 這個昏天安地 在一些歐美國家 有人選擇信奉邪教 把惡魔當作崇拜的對象 越多人相信 集體意念越來越強之下 惡魔的力量也無限增長 所有宗教都知道這個秘密 所以一直在找信奉 是盡量找多一點 那因為多一點的煉力發出去 就跟很多火藥放在火箭裡面 它可以射遠一點 就像是很多電影演的 最後被魔鬼上身了 身體受不了 最後才尋求宗教的協助 他那是神父或者是牧師 在歐洲過去 教宗他們都不太引起群 可是這一次這個教宗 卻說累去 那麼顯然在過去這些傳教士 他知道魔是另外一個系統的存在 身體扭動甚至出現自殘的行為 得要四五名神職人員出面壓制 牧師手持聖經十字架 口中念著拉丁文 驅魔的景象在好萊塢電影當中 時常可見 重疾的狀況雖然可以獲得解除 但是採取激烈手段對抗 民俗專家認為這可能不是最恰當的做法 不驅魔的原因 是有的時候越驅越多 你去掃黑 結果黑道越來越多 因為他進去感化 沒有感化完 又傳播了 在監獄裡面沒有那麼大條的 本來不是牛亡的 這出來變兄弟 要感化他 如果沒有感化他 他可能就越抵抗 如果你是用相對抗的方式去處理魔 那麼就像這個回教跟助教 永遠沒有 沒完沒了 因為仇恨了嘛 所以你沒機會交換他 我比較採取就是說 我承認你存在 但是你不要幹壞事 你就乖乖地在哪裡 不是用對抗 對抗會越來越嚴重 只是更大的 下一次更大的戰爭 招來孤魂野鬼或是惡魔 召喚者最後受到傷害 是出自於人類心裡一種相信 以及渴望 主動向靈界傳遞訊息 引來的嚴重後果 而在日本一所高中的女學生們 他們並沒有玩疊心或是通靈版 這一類的遊戲 卻還是發生了難以解釋的現象 偶然 昨天氣氛 那一人 一人 研修 隊長 在柳長江高校 在柳長江高校 一人的女學生們 拒絕不上 拒絕不上 在柳長江高校 一人的女學生們 拒絕不上 拒絕不上 日本又發生了恐怖的都市傳說 這回媒體大篇幅報導 30號福岡這所高中 有女學生上課上到一半 突然大聲呼叫 並多久其他兩名目擊學生 也跟著頭暈昏倒 這股不舒服的感覺 像是會傳染似的 兩個小時之內 又8個班級 總共26人 都出現了不適症狀 集體暈倒 還有人直接倒在走廊樓梯間 鏡像令人超傻眼 原來是幾天前 去校外教學 回來後 這名柳川高中的女學生 就發生了疑似中邪的症狀 校外教學的地點 鷹燕山是著名的靈異景點 現在又發生了學生集體暈倒 讓惡靈附身的說法 甚囂成上 中邪已經算是很小了 他沒有帶給你後面的病 我們常常講 就是說夜路走多 會碰到鬼 所以你常常這樣搞 一定會有一天是倒霉 通常如果你去進入這個地方是惡靈 或者是鬼靈住的地方 那你是故意的 那當然他也會故意 就是說你的頻率是什麼頻率 你胡鬧 那我就跟你胡鬧 你很尊敬我 那可能進鬼神而原知 那你既然趕進來 你就表示你已經有準備 你才趕進來 所以我勸有一些年輕人 你要做的時候 你要想說 萬一如果不行的時候 你甘不甘願 就是說 黃一走甘不甘虛 日本人是一個靠 集體意識的最嚴重的名字 他很少個人意識 他們的集體意識很強 也就是說 他的集體意識 是形成了一個大我的狀態 這個時候就全部連結在一起 這是一個人的發展 在這段時間 就是同儕的力量 是影響最大的 同儕講什麼 他們就會比較能夠 會接受 會相信 甚至也會去認同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如果說 當他發現他同儕 有這樣的反應的時候 他可能也會 我就剛才講到 他可能會感覺到 自己也怪怪的 然後就會去特別注意 這些怪怪的情況 那本來沒有的東西 都變得非常敏感這樣 完結先吸引幽魂 使用空女版引力的溝通 又或者是 只能去乾淨的地方 種種的行為 都向未知的世界傳達四行 建立起了交流的軟道 受人體的催化影響下 靜靜的只會失去自我意識 你只要用環境裡面久了 那你就會同步跟它共振 那就不太妙了 除非你是法力高強 已經修行到 一個可以脫離那樣的世界 然後你是不是去探索 或者是你把事實在幫助 這些你有很強大的這個能量 那你可以去感化它 要不然通常 你說去一個染缸裡面 你如果沒有這個能力的話 那你就被渲染了 所以你會跟它變得很痛苦的東西 有鐵齒的人 不相信人 那你就先指揮 那表演給後面的人看 所以要 為什麼有前車之間 就是一種 一種智慧 就是說 別的地方是這樣 那我偏不信 那偏不信就是表示 你撞上了你也願意 就是給掉你的這個光影 所以這個概念一定要有 比如說我去闖了鬼魂的地方 然後呢 我受傷我再來 開始求救人 然後我要怪誰 要怪自己嘛 你的源頭是 你自己想要去做這樣事情 是你的意願 所以一定要有負責的概念 為何要負責的 那你今天沒有負責的 你的意願 我孔子